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鱼期货策略节目的负责人 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期货是很旁边 今天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骨子震荡商品多空参半 黑色弱势不改金属较强 我们来看各本客的表现 今天骨子期货和昨天持平 日内走势较为震荡 而商品市场呈现出一个多空参半的格局 其中黑色系再次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煤炭钢铁再次阻弱 相比之下 有色贵金属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而其他的板块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还是处于一个多空交织的局面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板 现在看到多数方面 沥青涨幅超过4% 玻璃N2鸡蛋酷稀这些品种表现相对较为强势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前10个品种跌幅都是超过2% 尤其是甲醇跌幅超过5%以上 胶酶1G动力酶尿素硅铁这些品种 跌幅也都超过3%以上 所以今天空头方面 主要是化光品和黑色系表现较为弱势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现在看到多数方面 沥青成为今天领涨的品种 日内也是高开高走 强势的反弹 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状态 那么短期处于一个反弹走势 关注到后势进一步走强 再来看到橡胶 那么和N2整体来说 近期也是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目前处于一个区间宽幅震荡的局面 关注到后势能否进一步走强 如果继续走强可以关注一下短度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农场品方面 鸡蛋日内也是出现反弹 目前处于一个冲高回落之后 再次增了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么日内涨幅超过2%以上 可以关注一下短度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双坡方面 近期也是出现连续的反弹 整体表现比较强势 尤其是菜坡再次打到两年期关口附近 关注到后势能否再次进一步走强 再来看到白糖 那么前期突破了6100这个关口之后 那么再次冲高回落 今天再次齐稳走强 那目前处于一个关口附近徘徊 关注到后势能否再次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经营方面 那么说外盘来讲 经营呢 近期也是避险情绪上涨 低震的一个价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突破了区间 短期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可以关注一下短度的操作机会 当然说外盘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今天要做好一定的保护 再来看到今天表现比较弱势的品种 焦煤 那么整体来说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昨天虽然出现大幅的反弹 但是今天再次合络 那目前呢也是再次逼近前期的一个关键位 打到2002关口附近 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做多 交汤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局面 包括兜里煤也是再次逼近前期的一个地点 而铁矿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延续了一个下跌态势 所以整个黑色系呢 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局面 那么虽然近期有所反弹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整个大的方向呢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格局 再来看到原油方面 那么说外排的影响 近期呢也就出现回落调整 由此呢也带动了化物品整体走弱 燃油 那么也是跳空低开 整体来说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那么价存和一季呢 日内表现更为弱势 跌幅都是超过4%以上 整体来说再次破位才跌 低破前期的一个关键位 那么创出近期的一个新低水平 可以继续跟踪空投的一个表现 表现比较弱势 再来看到PTA 那么日内呢也是处于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 那么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投的表现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系和化工品呢 整体还是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格局 农产品方面相对较为强势 我们给大家制定限界的那个交易策略 商品区间震荡格局未改 不断操作 即时保护利润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商品从前期的暴涨暴跌之后 目前呢进入一个区间宽幅震荡的格局 那么短期方向不是很明朗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尽量以不断操作为主 那么日内即时保护好利润 防止价格出现一定的波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强势的热点品种呢 主要是农产品方面 菜破白糖和鸡蛋 那么这些呢是近期表现相对较为强势的品种 可以继续跟踪 贵净乳方面 护银和护金呢 那么也是处于一个短度的机会 那么这些可以进行关注多当的一个机会 而热点品种 弱势方面呢 主要是化工品 甲醇和异剂破位下跌 那么也要关注到空投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所以目前可以进行一个多强空热的对冲操作 这样呢既有利于捕捉一些品种的热点机会 也能降低我们持续的一个风险 更好的保护利润安全 尤其是临近周末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仓位管理 保护我们盈利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